离婚开庭前,男子法院门口童死妻子,夜行拍客招募了,全文共463字,阅读大约需要1分20秒。 据警方最新通报,8月11日上午,镇江聚荣法院旁,一男子捅伤两个女子,其中一人是他的妻子,另一人是妻子的姐姐。 嫌疑人的妻子经抢救无效身亡,经初不了解。 吴某与常某当日上午到聚荣市人民法院开庭离婚事宜,吴某在法院门前用匕首将常某及其姐姐长某某筒伤,随后常某、常某某被送医院抢救,常某抢救无效身亡,该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中。